不同的文学史 它主要的是看文学史撰写者 自己对这个历史文学的看法 就它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它出现的文学史的面貌就不一样 所以我想在过去的文学史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几乎是千平一律 因为它只有一个模式 一个口径出产的文学史 它一定是差不多的 你写一千本也是一样的 那自从有了一种个体写作 写文学史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以后 我想情况就大悟改了 那有的学者他可以有那种主体性 就是决定了他对文学史的理解 就是文学史就是一些作家作品 那么他这样理解的话 他就可以把文学史写得非常破碎 就是他个人认为在这个一百年 或者五百年里面 他认为哪一些文学作品是最重要的 哪一些作家是最重要的 他就可以任意的选择和任意的怀疑 但是还有一种说 还有一种理解就是说 文学史还是有个律的 比如说这个文学在整个发展 它跟政治社会发展 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就当我们在读这些文学史的发展 那个文学作品的产生 以及它的不同的命运 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社会 它是怎么发展的 有什么教训 有什么经验 有什么值得我们继承的那种优秀的成果 那这样的一种文学史呢 我认为作为教科书来说 它比较合适 因为我们对学生上课 还必须有一个 对学生有所启发 有所启点的 这样一个文学史 但如果认为文学史 作为一种个人化的文学史 我只是写了供一般文学爱好者参考的 那我可以随便挑一些作品来介绍 但是从我个人来说 我是很力图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就是说我在复旦社出的一个文学史 当时也没有人敢这样来写文学史 因为一般我们文学史都是按时代背景 然后文学思潮 然后重要作家作品都这样写的 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 以文学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 也就是说 我这个文学史里面 甚至也是我 从我主观上来说 还是比较随意地来挑选 某一些我所喜欢的作品 我可以把文学史上 曾经非常有名的作品 我不挑选 或者我认为它不重要 但也有些 过去文学史上从来不提的作品 我认为它很重要 我就把它提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很破碎的 我觉得这些不同的写法 我是不追求 我是不强调它的破碎性 我不认为文学是无序的 所以当我在根换化这个文学史的发展 在表现这些文学作品之间的一种关联 我还是努力要在这个中间寻找出一种规律 寻找出一种通过文学可以看到时代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 这样的话我想更适合做教程 这样的话我想更适合做教程 感谢观看